把船降下來一點點 那就可以釣魚啦 只是這樣危險而已啊 真的還假的啊 當然是假的啦 演員歐定星15年前 在當紅偶像劇 流星花園中飾演清禾 老是跟在女主角大S身邊 苦練不成 只能當個小跟班 因為偶像劇大賣 成為新生代小生 卻沒有因此爆紅 如今還被民眾目擊 販賣假貨被抓包 有人在臉書PO文 說吃個宵夜 看到有人賣知名潮鞋 還是假貨 結果面膠被抓包 賣方越看越眼熟 居然是藝人歐定星 當時他還跟警方辯稱 說鞋子是跟上游批發的 不確定商品是真是假 這個月13號凌晨 藝人歐定星就跟買家 約在便利商店裡頭面膠 做的對話過程 都被一旁民眾 聽得一清二楚 當下的話是 男生那時候有發現說 那個鞋子是假的 對 就好像是一些 所謂的一個細節啦 這個鞋墊啊鞋稱什麼的 部分有發現是假的 當時是有先報警啊 所以說是知道說警察會來 只是沒想到會有到 2至3位以上的警察到場 36歲的歐定星演過流星花園 跟貧窮貴公子 2009年卻兩度爆出偷竊案件 上過社會版面 今年又因為賣贏品潮鞋被逮 還被移送法辦 我上Google一下說 這個賣家 然後發現他好像是個藝人這樣 就下一場這樣 對啊 又滿震驚的 或許是工作真的不好找 在網路上代購起知名潮牌鞋款 經常PO出照片 還說想買的話直接跟他聯繫 沒想到卻惹出麻煩 當事人截稿前尚未回應 昔日戲劇小聲 負面新聞又添一樁 過去熱愛的演藝圈 恐怕回不去了 記者陳指方楊中盛張卓宇 台北報導